第2028集 他了解公主 这个手握神国无上秘密的女人 对于自己的生死可以全然不顾 但是对那个青年却是付出了太多了 关键他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魏影不让夜晨知道自己的身份呢 明明两个人相识 却始终要阻隔着一层面纱 这种感觉无法言语 而在魏影手握断剑的刹那 苍穹之上充斥着极其恐怖能量的雷电轰然砸下 显然这断剑不属于神国 甚至触动了神国的天道 魏影看着那一道道煞意冲天的雷电 冷哼一声 哼 你对我此举不满意 想阻挠我 不好意思 我魏影不喜 你 下一秒 魏影的周身竟然悬浮着无数冰石 这冰石古老且神秘 每一颗都闪烁着不一样的光 刹那间 冰石爆射出去 化为一道遮天巨盾 狠狠地向着雷电而去 两股极致的力量碰撞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遮天巨盾 竟然倒映着奇怪的符文 硬生生地将那些雷电吸收殆尽 魏影袖手一挥 那些冰石吸入她的手心 她绣眉轻轻一挑 绝美的脸庞写满了冷意 一直点出 刚才的雷电竟然化为一道巨雷之箭 对着面前的空间斩下 竟然硬生生地撕裂了空间 可见其微 一旁的白儿也是有些震惊 差一道 公主 你学会那一招了 魏影没有说话 闭上眼眸松开了另一只手 那断剑竟然悬浮了起来 她的红唇微动 不断有金色的文字吐出 宛如泛阴阵阵 义吾之名 开启禁术 日月追索 立功之行 天机之义 下一瞬 断剑竟然急速转动 最后骤然停止 指向了一个方向 并向着那个方向急速飞去 魏影瞬间吐出一口烟红的血 固然她修为强大 但是启动这种尽数 对她的损耗也是极其巨大 如若不是为了夜沉 她根本不可能动用此法 公主 白儿想要上前 却被魏影阻止了 她看了一眼 越来越远的断剑 对白儿道 白儿 我可能要离开一阵 至于夜沉 你帮我留意 有任何事情 第一时间通知我 说完 不等白儿反应 乌芒火焰汇聚 如闪电般地冲了上去 显然 断剑所指的方向 就是小黄的下落 世间天机 道人掌控 尚有例外 一段仓剑 这是绝寒帝宫的秘密之一 九天神龙殿 囚龙封弟弟 遮天魔帝 血龙和夜沉三人的眼眸中 都写满了诧异 夜沉想过无数种 可能见到血龙和魔帝 也没想过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关键 血龙和魔帝 不是在那处深渊吗 又怎会出现在这里呢 夜沉 你这是 魔帝从震惊中 唤过神来 再次道 夜沉无奈苦笑 压制住内心的诧异 怂怂间 我为了躲避 青世竹龙的追杀 逃到了这里 他将天道宫开启阵法 释放出青世竹龙 自己差点被杀死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至于不灭龙帝的事情 他没有说 因为这是他的因果 没必要把 遮天魔帝和血龙牵扯进来 青世竹龙被放出来了 遮天魔帝眼眸一缩 他自然也听过 青世竹龙的凶名 此乃堂堂上古大凶 连他都要忌惮 主人 天道宫为了杀你 居然释放出青世竹龙 血龙也是一阵震惊 青世竹龙出事 不知会引发 多么滔天的变故 嗯 玄元末爷这是疯了 终有一天 我会亲手灭杀他 一尘握了握拳 远某隐约间 有杀意闪动 主人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说 血龙无奈苦笑 他和遮天魔帝被困在此地 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始终想不到办法出去 离开 叶辰心中惊疑不定 这地方居然能困住 遮天魔帝和血龙 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环视四周 这片地底空间 足足有千百个祭坛 每个祭坛上 浮动着古怪的御外符文 祭坛与祭坛之间 更有锁链相连 地面流淌着暗红的血 历经亘古岁月 居然还不枯竭 依然散发出阵阵腥味 更可怕的是 此地的气息和外界完全隔绝 叶辰感应不到一丝灵气 连体内的气息都不能调动 这到底是哪里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叶辰惊讶不已 我和血龙 是沿着那深渊密道进来的 遮天魔地声音低沉 将他们在血龙深渊里发现壁画 还有神秘空间的事情 简单地说给了叶辰 当初他和血龙 正是沿着那神秘空间 一路来到了此地 这地底祭坛 隔绝了所有灵气 他们不能动用力量 直接被困在此地 这地方 可能是地渊殿布置的禁地 遮天魔地手掌一动 一块玉牌浮现而出 叶辰清楚地看到 这玉牌之上 印着三个大字 地渊殿 地渊殿 顿时 叶辰脸色凝重 当初 邻居龙临死前 提到过地渊殿的名字 毫无疑问 这是亘古的势力 当年叶家的大能 为了抗衡地渊殿 甚至开辟出了昆仑须 他的前世 轮回之主的陨落 或许也和地渊殿有关 这片地底祭坛 可能真的是地渊殿 开辟的禁地 叶辰目光闪烁着 他感觉到 自己距离幕后的真相 越来越接近了 上街 地渊殿都已经出现 他揭开迷雾 轮回觉醒 重见天日的日子 或许不远了 摩帝 血龙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出去再说 叶辰沉声道 这地方和地渊殿有关 天知道隐藏着什么凶险 还是尽早地离开为妙 还有 不灭龙帝的真身 还没有脱离危险 叶辰只想尽快地出去救援 我倒是也想离开 但根本找不到出口 遮天魔地摇了摇头 被困多日 他始终没有头绪 始终找不到出口离开 出口 那边就有一个 叶辰回身指了指 他刚刚从 求龙峰深渊逃下来 现在沿着原路返回 自然不成问题 至于轻视烛龙 有遮天魔地和血龙在此 他们三人联手 绝对有一战之力 但下一刹 叶辰却是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原路的出口 居然消失不见了 他想沿着原路返回 也做不到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辰顿时一阵震惊 这地方空间和入口 都是不断移动的 非常之古怪 遮天魔地眉头紧皱着 叹息了一声 是吗 叶辰哑然失神 没想到这地底祭坛世界 居然如此诡异 地缘殿布置此等世界 到底异于何为 叶辰眼眸闪烁着 宁声道 既然没有出口 那我们直接硬闯出去 他来到祭坛世界的边缘 这是一片雕噪光滑的山壁 如墙面一般 山壁上有着许多禁制符文 这些禁制符文 隔绝了外界的灵气 也压制了人体的气息 让人无法动用灵力 彻底失去了力量 而且 禁制符文还铸造了一层铁壁 想破开铁壁闯出去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主人 在这鬼地方 我们不能动用灵力 光靠肉身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破壁逃脱 血龙摇了摇头也是无奈 如果能动用灵力的话 他随便一爪子 都能够破开禁制 杀出生天 可惜 此地隐藏着地渊殿的因果 非常之诡异 气息隔绝 灵力止些 他也没有办法 肉身的力量 或许我可以试试 叶辰眼眸猛然灵力 虽然在这里 灵力不能动用 但单纯肉身的力量 并不受影响 叶辰深吸一口气 右手握拳 手筋轻筋暴突 狂猛的力量在积蓄 他拥有轮回血脉 并觉醒了赤神神脉 和灵风神脉 而且这一路修炼 肉身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淬炼 简直是强悍到逆天 别的不说 单说他之前炼化的混沌星术 就让他彻底地脱胎换骨 突飞猛进 给我破 叶辰大喝一声 一拳狠狠地暴杀而出 狂暴的混沌气息 在他的拳风上肆虐 他这一拳 夹杂着混沌世界的浩瀚波动 似乎能碾碎星球 镇压诸天 强横到了极点 这是 好强的气势 遮天魔地和血龙看到这一幕 顿时深深地震惊了 想不到一段时间没见 叶辰居然紧身混沌井 而且叶辰的混沌力量 不知比普通人强悍多少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遮天魔地有种感觉 如果去到外面 他和叶辰切磋 底牌进出的情况下 他想要将之击败 绝对是非常的困难 区区混沌井 就如此的强悍 这小子真是要逆天了 遮天魔地心里惊叹着 只感到匪夷所思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都不相信 叶辰会成长到这个地步 在叶辰拳头的轰击下 整面禁制铁壁震荡起来 无数域外符文磨灭 大地疯狂颤抖 轰隆隆作响 似乎要崩塌 无比坚固的禁制铁壁 居然出现了一丝裂痕 似乎随时都要爆裂 真的破开了 遮天魔地和血龙惊喜不已 但他们的惊喜 只持续了一瞬间